我们来讲鬼故事好不好 那没那么恐怖的可以吗 没那么恐怖的 你有听过 Google小姐的灵异事件吗 这个 这是网路上的一个人分享的 我们把这个故事的主角 就暂时叫做阿湘好了 这个故事地点发生在高雄 有一次 阿湘跟她的朋友们 从屏东一路夜冲到高雄骑山去 他们就这样骑骑骑骑骑 骑到了一个骑山附近的山坡地 这个山坡地道路非常的颠簸 而且被封锁了起来 所以阿湘跟她的朋友们 决定要找其他路 但是他们用的这个导航系统 Google小姐 却一直叫他们往那个封锁的地方 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这个阿湘跟她的朋友们 就觉得不太对劲 然后就赶快决定掉头离开 但是才一转头 这个Google小姐就说 回转 回转 咱们赶快回去 这个阿湘呢 觉得可能是Google小姐坏了 手机坏了 故障 所以就没怎么理会 可是当慢慢离开那个封锁地的时候 那个Google小姐 好像说了一句 诶 真可惜 那我就来一个 稍微恐怖一点点 我们这个主角也叫做阿湘 但是这个阿湘比较不一样 他喜欢爬山 可是在某一次爬山的过程中 我们的阿湘迷路了 他走了好久好久 一直找不到回去的路 眼看天色就要黑了 阿湘体力又不支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 阿湘看到了遥远的前方 好像有一座茅草屋 阿湘看到就好兴奋 赶紧搭起精神 冲掉那个茅草屋前面 大力地敲门 有人在吗 接着 有一位老婆婆来应门 阿湘跟那个婆婆 解释一下自己的状况之后 婆婆就好心地给她一个便当 还让她住在这里一晚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 想想一看四周 发现什么都没有 没有茅草屋 没有那个婆婆 四周都是空的 而自己就睡在地上 不过呢 我们的这个阿湘 她很勇敢 很乐观 她甚至认为 那个婆婆 是菩萨的化身 于是 她在原地拜了拜之后 就满怀感激地 继续寻找回去的路 终于 她走到了登山之前 休息的村庄 开心地想想 跑到村庄里头 大吃大喝 还到处分享自己 遇到那个婆婆的事情 可是 突然有个人说了 哎 你说的那个阿婆 她好像在三年前就过世了呢 阿湘这时 感觉到她身体有一阵剧痛 她脸色苍白地说 不好 不好了 我 我 我吃了过期的便当